兩名男子被警方帶回派出所 原來他們大白天在街頭動手打人 被當場逮捕 事發在新北市林口 6號假日一間宮廟舉辦遶境活動 沒想到就在結束的時候 其中一名參加遶境的18歲邱姓男子 突然被好幾個人衝上來毆打 等到回神 對方早已逃跑 警方獲報後趕到現場 先將這名邱姓男子送醫 幸好只有輕傷 沒有生命危險 被害人事後和警方說 動手的其中一名蔡姓男子是朋友 之前借他10萬塊 但多次催討他都不還 可能是要錢太多次 引發對方不滿 對方才會趁他參與繞境活動的時候 在街頭埋伏動手打人 被害人說一共有四個人動手 警方巡線找到其中兩人 包含23歲的蔡姓祖賢 和26歲的蘇姓共犯 但他們全部都否認涉案 蔡姓祖賢還反咬 說是邱姓男子欠他錢 但詳細的情況他卻交代不清 警方還要持續釐清 而這兩人也被依傷害和妨害 秩序送辦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蘇姓